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可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期货上盘面 今天的盘面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反弹商品震荡偏弱 钢材大幅下跌油脂回落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股指期货昨天大幅下跌之后 今天赢了反弹 和商品市场整体呈现一个震荡偏弱的格局 其中钢铁建材成为连跌的板块 日内表现十分弱势 油脂也是冲高合落 油色 饲料 谷物 软霜也是回落调整 再来看到煤炭表现相当较强 原油 贵金属 小幅反弹 那么整个盘面还是处于一个空头的氛围 我们来看今天涨跌盘版 现在看到多头方面 除了猛龟 涨幅超过2%以上 其余的品种都在1%左右波动 所以今天多头的量相当较弱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铁矿 螺纹 热卷 棕铝 跌幅 都是超过3%以上 日内表现较弱 护裂 焦烫 生猪 纯碱 也是出现活动调整 那么整体空头力量相对较强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 具体的走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那猛龟成为今天一个领涨的品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高开高走 日内表现比较强势 价格也是再次达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目前上方8000这个关口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走强 那么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强势的 可以关注短多的一个操作机会 归起 那么日内也是多头增长上涨 价格也是穿出新高的水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整个位置 也是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 那么关注到后市能否延续一个多头的态势 再来看到棉花 那么棉花的近期是震荡上涨 今天也是继续创出近期的新高水平 虽然冲高河落 但是目前的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多头态势当中 可以继续青山的跟随多头的趋势 再来看到橡胶和20号胶的一个走势 那么整体近期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状态 目前也是再次打到15000这个关口 橡胶如果进一步向上突破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一个多头的表现 N2也是类似的走势 目前达到前期的一个高点附近 如果进一步向上突破 可以关注多头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体来说 多头可以操作的平常的并不多 今天主要是空头占据了主导 我们现在看到黑色系的情况 铁矿石 那么还是延续了一个空头的趋势 那么近期连续的下跌 日内继续创出新机的水平 目前下方也是再次考验 800这个整数关口的一个支撑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一个表现 螺纹肉卷今天也是处于一个破位下跌 那么日内表现比较弱势 可以关注一下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关注它下跌动能的一个持续性 再来看到焦烫 那么前期是处于震荡上涨 创出新高之后 今天赢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目前处于一个高位震荡 那么如果有老三多端 一定要注意做好盈利的保护 那么再来看到油脂方面 那么中旅呢 近期也是处于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昨天大幅上涨 那么创出新高之后 今天是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目前再次处于一个高位 宽幅震荡的格局 目前虽然是多头趋势 但是整体来说也是短期一个偏弱 注意做好盈利的保护 豆油和菜油都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近期连续反弹上涨之后 今天赢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那么需要做好盈利的保护 关注它后市的一个方向性选择 再来看到升猪 那么继续延续了一个下跌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继续破位的下跌 那么再次考验了前期低点 那么整体来说还是延续了空头的态势 所以千万不要去轻易的去抄底做多 那么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弱势的状态 继续以空头思路对待 再来看到有色金属 互列 那么近期也是处于一个震荡上涨 那么昨天再次打到前期观景位附近之后 今天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目前再次回到区间之内震荡偏弱 如果进一步走弱 可以关注短困的一个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互同和国际同 那么也是受外派的影响 表现比较弱势 那么震荡偏弱的一个状态 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区间下延的关键位 如果进一步下破 那么整体来说短期又是偏弱的一个态势 所以需要关注它后视的一个表现 再来看到发文品当中 PTA的一个走势 PTA近期也是处于一个区间匡幅增大 那么短期也是回落调整 目前再次今天走弱 整体来说表现还是比较弱势的 如果进一步下破 那么可以关注短困的一个操作机会 1G那么近期也是震荡下行 那目前达到5G这个整株关口附近 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那目前再次处于一个区间运行的态势 关注它后视能否进一步跌破 如果进一步走弱 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多个板块的品种 都是有走弱的一个迹象 整体来说目前短期抛压较大 那么需要做好多当的盈利保护 那么整体来说可以关注一下短困的操作机会 我们给大家制定限界的那个交易策略 商品区间运行 涨跌反复 多强控弱 对冲 组合操作 那么整体来说呢 目前的盘面还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 所以现阶段 行情的趋势性呢相对较差 那么我们尽量以短线操作为主 多强控弱 进行一个对冲组合操作 那么多头热点 主要我们可以关注棉花和橡胶 处于一个蠢蠢欲动的状态 那么可以重点跟踪 空头热点 主要是黑色系当中 铁矿 融蜂热卷 以及农产品的生猪 那么这些品种空头走势效果 可以重点关注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多强控弱 那么降低我们职场的一个风险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的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